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我个人来担是有限的 也是需要靠各位大家共同来承担化解两岸的恩怨情仇 因此 维新圣教于秉申年短午节起见消灾化解法会 奉请消灾化解大天尊光降地球台湾净土 加持化解两岸恩怨情仇 以及三祖儿女五千年来的冤冤心节 以维新贤士们美人诵 鬼谷先师田德经七十二部之功德 供养转师中华先祖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圣灵 接得新开一节 解冤是节 天下一家亲 诵经文书将于端午节奉化 徽宝置入消灾化解大天尊悲鸣至基座 同时 感悟宗主于水陆法会联敏冤飞软动 五因十类株林 中港道场原然法师慈悲心发起颂天德经 四千八百部超度冤飞软动 宗主一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弥陀讲堂开示 冤飞软动株林牺牲自己 人类才有食物可以吃 但冤飞软动株林在七十二层地狱受苦 维新圣教前世慈悲诵经超度 诵经部署于端午节前回报中港道场统计 法会将界 请同修前世 尽速缴回文书 回报诵经部署 维新电视 总本山 仙佛寺报导 维新圣教秉持民族大孝精神 提倡炎黄 吃油 三祖文化 宗主会员禅师 亦带领维新贤士 台商善性众等 追根溯源 祭祀三祖 我们坚信世界和平 从祭祀祖灵其事 每年于中华三祖职圣诞 维新圣教各分四道场 亦举办法会法仪 安顿祖灵 以求名阳两届安定 世界真和平 农历4月26日是神农炎帝祖圣诞日 请进入我们的报道 国历6月1日 农历4月26日是中华三祖神农炎帝祖的寿诞 唯新圣教各分四道场 皆一仪柜 前辈香花果篆 寿桃寿面 经营财博等 供养神农炎帝祖 及法界诸圣神佛菩萨 供祝神农炎帝祖 圣寿无疆 在中华三祖当中 神农炎帝祖被称为医农之祖 传说中 其发明磊寺 昭明开垦种植 于是农业得以兴发 又清偿各类草药 以致黎明百病 故医药得以建立 后人据此编撰成书 神农本草经 神农交名 火庚至桃 以火德而称炎帝 故华夏人民自古及尊神农炎帝 为医药及农业之始祖 是中华之大药王 也称五谷先帝 神农大帝 文心圣教宗主 混元禅师 提倡大孝之道 每年元旦 于林口大体育馆 举办祭祖大典 祭祀中华三祖 及列祖列宗 于各分四道场 一节供奉中华三祖 其中 由元道法师发愿成立之天一道场 奉赐神农大帝 研究各种草药庙用 以帮助黎明百姓 解除病苦为目标 传承神农炎帝祖医药济世之精神 同时开班授课 传授各种药草效用 及研究的心得 故于神农炎帝祖圣诞日 各分四道场皆一礼仪 召集同修贤士 恭送诸金供养法界 来祝贺炎帝祖圣诞 并祈求神农炎帝祖 加持护佑中华子孙 天温天灾永袭 五谷风登 无饥饿与战争 维新电视综合报导 接续的分四道场法务会议报导 让我们一起关心 维新圣教交通大队 以及斗六道场法会会晤的进行概况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维新圣教 红法力声 法务繁忙 各单位及分四道场 实时召开会议 为法务工作 做准备与检讨 国立五月二十二日 维新圣教交通大队 召开法务会议 由原企法师主持 交通队各干部与会 检讨秉申年 水路法会交通疏导指挥之利弊得失 水路法会是总本山仙佛寺 每年必定举办的大型法会 每年也必定会有大批人潮 车潮涌入法会谈成 由于仙佛寺前道路的限制 如何疏导交通 使交通不打劫 参加法会民众能够便利出入 附近居民不受打扰 停车能井然有序 不乱停等等 再在考验交通大队 志工们的智慧与心性 除了事先的协调会议 法会后的检讨会议更是重点 检讨今年的缺失 为明年做准备 达到交通顺畅 皆大欢喜 是交通队一致的目标 另外 斗六道场为筹备即将到来的周年法会 住持原尊法师 于5月24日召开筹备会议 各负责同修及干部 均出席与会 会中讨论分配各组事务 以及互相协调配合 原尊法师以其勉同修干部们 尽心尽力将法会办好 也希望道场辖内闲事同修 均能来参加法会 照请列祖先灵 及有缘朱灵来区法会 听经文法 受纳供养 其使辖内名养两立 皆安宁 维新记者林静喜 刘继和 河美道场 斗六道场报道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 维新圣教学院筹备处 2016年暑假期间 包括建筑设计与风水 大专属旗研修班 以及教师辅导 研锡营 都已经开始报名了 请进入以下的详细报道 益京大学维新圣教学院 2016年建筑设计与风水 大专属旗研修班 已经开始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 至6月10日至 欢迎全球各地公私立大专院校 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 相关系所之学生 报名参加 详情请假维新圣教学院 建筑设计大专班 于2011年开办至今 已经六届 广纳全国各地大专建筑设计 相关科系学子 传授易经风水学 期望借由跨领域 专业课程的设计与结合 将建筑风水之传统文化 传承给建筑设计 相关科系的大专青年学子 亦将先祖的智慧 与对后代子孙深深的祝福 传承给忙碌的现代人 期许人人都能拥有 平安幸福的生活空间 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 处起幸福之家 除此之外 2016年教师辅导 严习营也已经开始报名了 报名至6月17日截止 欢迎全国公司丽学校 各级教师参与此次活动 详情请假维新圣教学院 教师辅导严习营 经由易经风水学课程的安排 使参与课程的教师了解教学环境 校园环境 居住环境中风水法则的重要性 并服以易经风水心法入门 命挂禅解之学习 除了能够更加深入了解自己 亦能了解学生特质 因才施教 将来更能运用易经 帮助学生指点迷经 引导新兴学子 走向人生正确的方向 以上活动 擅述学费 讲义费用全免 欢迎大专学子 及各级教师 尽快报名参加 维新电视 维新圣教学院报导 同样是教育讯息 维新世界和平论坛 第三场次 国立5月28日圆满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维新世界和平高层论坛 5月28日下午 于总本山先佛寺 千佛大禅堂举行 本次为第三场次论坛 邀请元聪法师 元济法师 元僧法师 及元徽法师 分别从用意普利人天 寺庙勘察正道 企业之病 及学校教育等多方面 来分享 易经风水心法运用心得 宗主 魂元禅师 地灵开示 以学术 人道观 神道观是天 人道观 就是人 佛老唯一宗教 包容学术 学术包容成就宗教 谁叫这天人合一 要讲天人合一 必须要有相当的学术 理论基础才能够将神道观 记载都清清楚楚 然后呢 留着千秋万事 所以我十二年前就请杨院长开始带领到大家 从论坛 学习论坛 我们也邀请了 那么多的学者专家 过阶层海内外的学者专家 到现在总共有146位 所以一遍学习 一遍大家 自我训练之后 才有今天 我们才 由 自己中文的 法师 来与各位书信班的同修 一起来论坛 28日上午是诗讯班上课 由台湾鬼谷文化学会 杨吉东会长 向诗讯同修们介绍学会之宗旨 及研究主题 下午即展开论坛 所有诗讯班学员均参与论坛 聆听主讲法师们 精辟的正道经验分享 增广建文 同时 丰园教室轮职相机组 由原品法师带领来到斋堂 大家一起挑菜剪菜 洗切炒端 同修们分工合作 一盘盘上庙灾食 纷纷端出来 供养法界 供养有缘大众 同修们的无畏师 舍了贪嗔吃 获得喜乐 接得法喜满怀 维新记者 游慧玲 黄灵秀 总本山 先佛寺报道 本周户外教学 首先带您参与 益京大学原生法师的教学活动 了解客家大院 等地的建筑特色 以及如何与益京风水做结合 请进入以下画面 益京大学益京风水学 初级班课程 除了讲授益京及风水的基础知识 也时常由授课法讲师安排 带领学员户外教学 让课堂上的知识 与实地、实物相结合 增加学员们的了解与认知 国立5月29日 原生法师带领初级39班学员 前往苗栗客家大院参访 实地了解传统三合院建筑形式 及其风水格局 客家大院位于铜锣乡 双峰山、山脉山腰 以尊古、模仿、创新手法并用的方式 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建筑美学 所构成的三合院建筑 其展现了传统木造建筑形制 与比例之美 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 稳定与永恒感之美 屋顶建层与韵律之美 左右对称与平衡之美 量体虚实与对比之美 色彩纯净与丰富之美 年宇文职与深情之美等 大院内展示 鲜明日常生活用具 鱼骨家具陈设 原生法师 一一为学员们介绍 其建筑与风水格局 中几两等木造建筑风水特色 学员实地参观印证 印象深刻 与风水理解更上一层楼 维新记者吴立敏 苗栗报道 紧接着我们要一起前往 易经大学原聪法师的户外教学行程 主题关于工厂风水学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维新圣教学院工厂风水学 三 授课老师原聪法师 为增进学员同修 对于工厂实际风水问题之了解 5月29日带领学员参访工厂 实地户外教学 原聪法师交代学员 于参访前在家送经 并且禀报户外活动祈福文书 祈求参访行程 一切顺遂 首先 安排来到新北市新庄区 维新圣教武功德基金会董事 廖崇荣董事所开设的 不锈钢金属公司工厂 廖董事热情迎接同修一行人 原聪法师向同修们介绍 廖董事的姻缘 也说明工厂之风水格局规划 包括大门设置 门前设灯的庙法 室内办公室格局规划 以及屋脊 臂煞化煞的方式等等 如法的风水 带来公司经营的顺利 接着来到桃园扬煤 正显示开设之素食食品公司 原聪法师向一行人解说 此公司外围风水形式 明堂、水神等等 以及依风水法则 如法规划的工厂建设 室内格局布置 主人办公室摆设等等 让学员同修更加了解 公司工厂应如何依形式规划 最后一行人前往竹北异星调场 参拜王禅老祖 感谢王禅老祖师尊 慈悲护佑形成平安 随后圆满复归 维新记者邱敬份 李方轩 维新圣教学院报导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圣教 范贝学院教学 在各分寺道场巡回进行中 我们休息范贝 以身口意供养 以优雅的音声 传送经典真实意 意义十分殊胜 欢迎贤士同修加入 维新圣教范贝学院 范贝教学课程 积极拓展 教学法师 致各地教授范贝法仪 其能使各地同修 精进修习范贝 法应宣流 供养法界诸圣神 元蒙法师国立5月28日 来到基隆道场验收 上一次所教的五共经文 香花灯涂果 界定真香等等 显示们都非常地精进 法师赞扬 大家都有进步 此次授课 天除妙供 火金灌木等经文唱诵 并提醒学员 诵经回向之时 注意经文的改变 此外 法师丁灵范贝人员的心 要有 今生传佛说 法界普文之 四生登九品 三有托连池 并齐约 下次来时 有更多的显示参与 更加地精进 一日 元蒙法师来到大安寺 指导同修们练习 教授回向记 我经灌木等经文唱诵 同时 中港道场 饭贝班同修 也自动利用 假日的时间 齐聚道场 共同练习 饭贝唱诵 与法器使用 齐能精进 熟悉饭贝 为更进一步地 学习做准备 宗主开示 诵经 能开启智慧与悟性 利己 利他 名养两利 期望同修贤士们 加入饭贝学习之行列 维新记者张玉慧 尤慧玲 陈昌颜 联合报道 以上是中门教育活动讯息 接下来 进入社会服务方面 每一次的社会服务 也就是易经风水 运用于日常生活的 最佳例证 带您进入本周 最新内容报道 中港道场 指派原谱讲师 协助信仲 重安祖先牌位 解决家中不顺遂问题 信仲薛先生 家中近年来诸事不顺 眷属不安宁 经向中港道场求助 经用意得知 乃是祖先牌位内 所登载之祖灵不齐 以致祖灵不安影响所致 中港道场指示薛先生 先在仙佛寺的水路法会报名 超度祖灵 并设置正负牌位 承佛菩萨威德利 照请祖灵来去法会 授纳供养 并将正牌 引请回家 原谱讲师 依牌位坐山 先行则选 即日即时 并请主人家 于三天前 禀报祖先 及家中主神 国历五月二十六日晚间 来到薛府 依礼仪 先行禀报 观世音菩萨 及祖先 安奉祖灵 事宜 随即依仪柜 请下旧牌 原谱讲师 依依将新内牌 书写完成后 迎请祖灵 进入新牌位 供入新刊 安奉完成 主人家准备 丰盛供品 供养祖灵 旧牌刊 化去之后 仪柜圆满完成 另外 斗六道场 圆东讲师 于国历五月二十三日 前往斗六工业区 为学员开设之工厂 安设平安静 化解屋脊煞气 工业区的工厂建设 多为铁皮屋的形式 相邻圣静 又多高低不齐 经常容易形成污脊 及壁刀冲煞来克 亦造成工厂营运不顺 等等问题 学员来上初级班之后 发现自家工厂 有这样子的不如法 所以请原东讲师 帮忙安设化煞平安静 化解煞气 以求厂内一切平安 员工平安 营运顺遂 微信记者 郑玉威 刘继和 台中 斗六报道 禅吉山仙佛寺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为千佛共修一日禅时间 为新贤士静心修行 聆听宗主 混元禅师讲解 金刚经 请进入以下画面 千佛共修一日禅 是宗主 为所有弟子同修们开示 讲解经典的法会课程 众多弟子同修 轮流回到 禅吉山仙佛寺 参与共修 误入经典 受纳法义 二十九日 是五月的共修日 台中道场 初级三十八班同修 以及轮排到的各地学员 纷纷回四共修 聆听宗主 讲解金刚经 唯妙真实义 千佛共修 一日禅 原本仅于千佛禅堂举行 由于同修弟子 越来越多 考量禅堂容量 与方便同修们学修 宗主混元禅师指示 借由微信电视播出 至各分四道场教室 方便同修们与各道场就近共修 免于拥挤 与旅途劳顿 各道场教室也都会为共修的同修贤士大众 准备丰盛简单的素食午餐 让同修们饱食休息之后 继续下午的课程 各地的香机组义工 不畏炎热辛苦 为共修大众准备午膳 无畏师的精神 随位于讲堂听课 却是以身体力行 实际参与共修了 台中道场 主持园艺法师 与课余 不忘指导初级班共修学员 带领参观仙佛寺 各禅机景点 一一为同修们解说历史渊源 及风水格局 让学员们收获丰硕 发喜满意 微信电视综合报道 谢谢各位观众 收看今天的微信新闻 欢迎您在每周六 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点30分 下午一点 准时在微信新闻相聚 一起关心微信圣教的各项动态 祝福您 福会增长 和家幸福平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